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说说给汽车轮胎打气的气梦的一些事儿 这个东西是买了之后才发现问题 好,我买的这个是在Amazon买的 这个叫TechLife 这个比较简单的 只有二十几块钱 现在给大家打开看看 包装里边的东西 这就是这个泵 这里边还有一些给球或者自行车等等打气的转接头 咱可以在这上面转接的 好,这个就不用看了 关键是汽车的 它是用的这个简单的这个12伏电盘的这种插的 插的 这个线 这个线也足够长 然后带了一个大概半米多长的这个管子 这个是它数字的这个气压表 你可以调这个 它的这个目标气压 到了那个数值它就自动停了 这是个比较好的功能 这个加减SET 它有一个它带了一个灯 不亮,但是呢 可以用 就是这个功能 晚行给它打气的时候至少能看见 我们这儿是一个开关 好,接到这个轮胎上面 你看它会漏一些气 所以这个接头是拧上来的 你拆线的时候 装的时候或者线的时候都会漏一些气 就是说你的这个 打的实际的这个气压 要比这个 需要的多一点点 这样你拆下的时候漏的气 才会补偿回去 好,我是现在用这个 电小二给它供电 这12V的 然后插上电之后呢 看它的显示 我的气压是28.5 PSI 然后我现在定的这个目标是35.5 PSI 这样的话 我的这个轮胎呢 它需要35 PSI 好,咱们打一下试试 OK 它现在停了 但是它的显示也变了一点 回到了34.5 PSI 好,现在把它卸回来 把它卸回来 你们看啊 卸的过程中 它会 看 有一些气 撒掉 OK 好 还有一个问题 是 你这个泵上面这个气压表 准确度怎么样 我这儿有一个 看这个 border tool的这个比较准确的这种 气压剂 咱们测一下看 33 所以那个是 看这33 那个上面显示是35 所以实际上还差了两个PSI 不过问题不大 两个PSI 就说 还凑合用 你说 那个我再调的稍微高一点点 就可以了 我以前出去玩的时候 直接就拿这个自行车这个打气筒就行 有的人说你自行车桶 自行车打气筒 能给汽车打气啊 当然了 因为这自行车这个打气筒 给自行车打气的时候 能打到100多个PSI 你汽车只不过需要35 40PSI 所以这个气压是足够 但是呢 一般你要 轮胎没气了 用这个打气筒的话 你得打一二百下 所以呢 还是挺费劲的 电动的就是好处 你不用费劲了 我刚刚给四个轮胎都补了气 现在说说这个问题所在 最大的问题就是 它因为它这个东西发热 所以能运行的时间很短 它说看0-35PSI 不到4.5分钟 对吧 不到5分钟的时间 4分半 但是实际上你真正用起来 像这种SUV的话 一个轮胎 就得8分钟到10分钟 所以四个轮胎 你要40分钟左右 我刚才补了这四个轮胎 大概就花了差不多 20分钟的时间 所以它这个气量太小了 太小太小了 如果说你去越野 需要把轮胎的气压降低 然后呢 到了好路好 再把这个气压补回来 这个要等的时间太长了 所以这个就是说 不太合适用 你如果说只是说 就是随车放着 如果说就用那一次两次 还可以考虑 到底是便宜吗 对吧 但是如果说是越野的话 我建议你买那个气量 特别大的内容 一会儿我带这个屏幕 留一个像Smooth Belt 它那个型号的 就是比较好用 或者是最好的牌子 就是ARB 双压缩机的那种 好那咱总结一下 就是说这种气泵 你最好是买这个双压缩机的 或者是比较大的这种单压缩机 就是气量要大 第二呢就是运行的时间能足够长 不要说五分钟十分钟 你就不能用 它发烫 所以散热还得比较好 所以这是最重要的两个指标了 就是我一开始不知道 看到ARB说的挺好 所以就买了 但是用了才发现 这里边实际上不是这么简单的事 等于这种便宜的这种就白买了 所以平价的啥东西 那个五个星呢 我建议大家还是要仔细考虑考虑 OK 那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 谢谢观看 拜 请不吝点赞 马帅 订阅 赞 马帅 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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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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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